环境 黑松耐寒耐寒 可常年晨放在光照充足 空气流动之处 但小型盆景在盛夏时 不宜强光暴晒 冬季可陆地月冬 最好连盆埋入向阳被封地方 2.浇水 黑松洗干燥而即积水 浇水不可过量 见干裁浇 浇泽浇透 在生长期适当控水 夏季高温时 可经常喷叶面水 有利生长 3.施肥 黑松耐极薄 土壤缺肥 也能正常生长 在生长期适当时1到2次 稀薄腐熟的饼肥水即可 4.修剪 黑松盆景为保持其优美古雅树形 要进行适当修剪 修剪在生长期以摘芽为主 每年3到4月 可摘去每个顶芽的2分之1左右 5.翻盆 黑松盆景一般3到5年翻盆一次 以2到3月进行为移 翻盆时要保持原来盆土完整到处 去除1分之1旧土 减去过长根系 以及枯根 烂根 同时修剪部分不必要的枝叶 6.病虫害防治 黑松常见的病害有叶秀病 落叶病 躯枝病和松柳病等 松针秀病及松柳病 可喷洒65%可施性浮煤铁 常见的虫害有牙虫 戒壳虫 红蜘蛛等 可用40%乐果乳油2000倍进行喷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